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血脱医开始了 就必须终身进行血脱医治疗嘛 这个问题是许多患者 尤其是刚开始血脱医患者的 最关系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血脱医开始的 就像吃毒饼一样 就好像是善言了 不能停止 其实不是这样的 脱医受销终身 这个从每个病人的角度来判断 换成了 如果肾脱的功能 算是90%以上的功能了 那他可能就不能满足这些代谢的需要 他如果不做肾移植的话 他可能就需要终身进行血脱医治疗 用它来维持生命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肾脏 他的排泄 水分的排泄 毒素的排泄就没法渐行 所以为了维持生命 他就必须进行脱医治疗 而维持生命功能 衰竭的患者 他以为肾脱的 省上是极性的 他有些可逆的因素 如果把可逆的因素 去了以后 他的肾脱功能 维持生命 会慢慢的恢复 这样 他就只能百度脱医 其中肾脱功能的恢复 他会百度脱医 这样呢 可以过自然人的生活 就不存在到生命功能的衰竭 生命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这样呢 他就不需要终身脱医 因此呢 需要不需要终身脱医 因为残期的治疗呢 是因人而已